台北市場柯文哲上任後推動田園城市計畫 截至今年8月底共打造了750處的田園基地 開比總面積超過20萬平方公尺 相當於29個足球場 北市府特別舉辦了台北田園城市國際論壇 展現8年來的推動成果 台北市場柯文哲一抵達會場 立刻展開巡禮 天區產業局農業發展課的導覽介紹 柯文哲上任後 拼從前任市長黃大舟的建議 積極推動田園城市計畫 這個田園城市是一個 絕對是一個對的政策 怎麼參考國際的經驗 怎麼讓在國內推廣 怎麼讓它可以產業化深耕下去 甚至還可以讓自己每天可以用 就是私農教育 還有一些很多要做的事情 台北市田園城市 從104年起開始推動 8年有成 特別舉辦台北市田園城市國際論壇 主軸聚焦各國田園發展以及農業知識 現場吸引200位產學代表 以及民眾共同參與 除了舉辦論壇 北市府更頒獎表揚台北市各社區 評選出來的田園優勝 截至今年8月底 台北市共打造了750處的田園基地 開闢總面居超過了20萬平方公尺 相當於29座的足球場 成果相當豐碩 也希望藉此讓更多民眾在城市 也能享受綠意 介紹曹德花廠報導 台北市政府實施天空計劃 大量纜線改附掛在側溝或湘寒 為了避免影響排水順暢 水利處配合黏度勾蓋及側溝更新工程 通知業者進場確認各自的纜線附掛情況 精進並醫化巡查機制 希望能夠避免人為疏忽影響排水順暢 大型機具不斷在洞口抽拉轉動 另一頭整卷又粗又大的纜線 慢慢被拖入地底下 為了避免排水設施覆掛纜線雜亂 影響排水順暢 台北市水利處配合黏度勾蓋及側溝更新工程 檢查施工範圍纜線覆掛情形 並通知業者配合進場整理纜線 原本巡查方式是由工作人員打開渡星格柵 確認纜線覆掛情形 但要是設置間距過遠 清整覆掛情形難以完全掌握 水利處這回精進巡查機制 要是因為特殊情況無法覆掛 將持續列管直到完成後才能解除 可以有效避免因為人為疏失 影響排水順暢 隨著高速行動網路普及 覆掛在下水道的纜線 相比於過去大幅增加 水利處透過三級查核管理機制 並增加罰則 督促業者提升纜線覆掛品質 改善過去巡查的盲點 確保排水功能可以正常發揮 記者游祥婷 台北採訪報道 國民健康署建置了一款 可以評估自我健康的LINE群組 依照認知跟行動力等等的設計 影音內容 還能記錄身體功能指數 讓長輩們隨時注意身體狀況 延緩退化失能 從即日起加入國健署長者梁六立 LINE官方帳號 還能夠抽健康手環跟最大獎 兩萬塊錢禮券 根據研究顯示 這個65歲的人口有17.5可能有這個衰弱的風險 那有12.7有失能的狀況 迎接高齡社會如何健康老化 成為全球關心議題 尤其受到疫情影響 長者少了外出運動機會 身體機能也跟著退化 國民健康署為了協助長輩 在家也能自我評估身體狀況 設計長者梁六立賴群組 關心引髮足健康 長者梁六立這用起來呢 他實在的方便 如果我他得用我說什麼感想沒有 我說十個字 他抓得住我 我抓得住他 註冊簡單 那大家都不用擔心資安的問題 那第二個呢 閱覽很簡單 就是說 你裡頭有知識性的 有文字的部分 也有影片的部分 第三個查詢很友善 那查詢的部分呢 就我們有很多的社區資源 簡單的操作介面 包含認知 行動 營養 視力 聽力和憂鬱六大評估項目 還搭配國胎語等語音功能 方便長者操作 另外也整合社區資源 讓長輩們可以知道有哪些運動據點 平台上記錄的身體指數 也能作為就醫時的參考重點 什麼叫做健康老化 其實健康老化就是一個 維持持續功能發揮的過程 所以當我的年紀越來越大 我一定會有一些能力的下降 怎麼樣維持跟及早去做介入 那就是變成一個相當重要的重點 透過國健署 長者梁六立 LINE官方帳號 做自我評估 能夠盡早預防老化 從即日起邀請親友加入 還有機會抽中智慧健康手環 以及最大獎2萬元禮券 民眾可得把握機會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 台北市警察局市林分局接獲情資 一名綽號小龍的槍炮通緝犯 不但擁槍自重 還在中部地區向不特定人士兜售槍支 他為了躲避查器 除了不斷更換交易地點 更對買家嚴加過濾 最終還是被警方掌握行蹤 當場查獲改造槍支 跟12發子彈狼狽落網 專案小組利用優勢警力 對買槍者身份更是嚴加過濾 做事相當小心 由於年底選舉將近 選舉活動逐漸進入高峰 市林分局強調打擊犯罪 減速槍支是目前工作重點 未來將持續執行各式掃蕩勤募 進化選前治安 記者游詳婷 台北採訪部長 台北市有山友到福州山登山的時候 因為跌倒受傷 沒有辦法行動 大安分局沃龍街派出所接獲報案 立刻上山處理 由於傷者沒有辦法自行走路 帶隊的沃龍街派出所所長陳惠誠 二話不說就背起山友 安全將人送到山下就醫 而警察貼心的服務 也讓民眾竖起大拇指 直呼 很感興 他在上面嗎 對對對 他還清醒 烏龍街派出所所長陳惠誠 跟尋佐黃劍生 兩人加快腳步 在福州山登山步道衝衝衝 就怕誤了救人的黃金時效 而在距離登山口大約200公尺處 發現躺握在木站道上 左腳筋骨受傷 不斷哀嚎的劉姓男子 原來劉姓山友在靠在護欄休息時 不小心跌倒 造成左腳受傷 原本警方想試著扶他 又單腳慢慢走下山 但男子痛得無法行走 所長忽然靈機一動 來來來來 往左往左我來 我來我來 所長小心翼翼背起劉姓男子 大夥緩步走下山 送召119救護人員處置 救護人員檢視傷口 並將左腳初步包紮 這時剛剛好附近里長路過登山口 認出原來辛苦悲民眾下山的 既然是派出所所長 已讓劉姓男子直呼 警察服務真窩心 感謝警方的熱心幫忙 為了確保山友們登山安全 警方也提醒 民眾登山前要熟悉路徑 跟往返時程 最好是結伴同行 若意外走失也要保持冷靜 可以撥打119 請警方協助 並提供可以辨識的周遭環境 把握黃金救援時效 記者顧參與台北採訪報導 至於雙北地區哪些最新的活動消息 請看我們的生活看板 cauliflower 東西 如果你 你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